房顶上莫名出现的水渍 天花板里伸出的黑手 满屋的镜子全部被收藏了起来 烟囱为什么被封堵 那堵砖墙后面究竟隐藏了什么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高分悬艺惊悚片 马柔本斋密室 在1969年的某一天 单身母亲带着四个孩子 从英国回到了美国 阔别三十年的老家 这四个孩子分别是老大捷克 二弟三妹和小四 一家五口人 似乎刚从一场噩梦中逃脱出来 他们如释重负准备开启新的生活 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四兄妹认识了住在附近的春花 很快他们便和春花成为了好朋友 离群所居的生活过得惬意而幸福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度过了整个夏天 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母亲就因为重病撒手人怀了 母亲在去世之前盯住杰克 他们四兄妹必须保持隐秘的生活 绝不能透露他去世的消息 直到杰克21岁之后才能抛头露面 因为按照政府的规定 杰克到21岁才有资格抚养自己的弟弟妹妹 而在这之前一旦被人发现 他们兄弟姐妹将会被有关部门强行拆散 随后母亲让杰克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个铁盒子 盒子里存放着一万英镑的不易之财 母亲走了 作为老大的杰克必须把弟弟妹妹的心凝聚起来 因为他们是一家人 任何人都别想把他们给拆散 但好景不长 没过几天一颗子弹打碎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三妹来到窗口看到了一个令他恐惧的男人 时间一晃半年过去了 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本来好好的镜子被打碎 而且还用一块白布给蒙上了 小四听到从镜子的后面传来异想 认为是家里闹鬼 但一只干脆面的出现似乎解释了异想的原因 杰克好像很不愿看到镜子 他爬上梯子重新把镜子给盖住 而房顶上的那片水渍和阁楼门口的内堵砖墙 更是让他恐惧不已 杰克骑自行车来到镇上的图书馆 此时他已经和冲花相爱了 但无良的律师也正在疯狂的追求着重花 这位律师目前正在负责杰克家房屋产权的问题 他催促杰克明天必须准备好200美元的支票 来支付房屋的转让手续费 200美元对于次兄妹来说是一笔巨款的 他们根本无理支付 万般无奈 杰克只好打开了那个铁盒子 盒子里的那一万英镑是他们一家人噩梦的根源 虽然他们曾发誓永远不动那笔钱 但为了不让律师发现母亲已经去世的真相 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二弟来到海边的山洞 他不仅在山洞里找到了那个装钱的铁盒子 还捡到了一把匕首 看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有点蒙圈了 在他们母亲临死前 这个铁盒子不是在抽屉里吗 怎么突然又跑到了海边的山洞里了 关于这一点 影片在后面会有详细的解释 为了应付律师的到来 杰克和弟弟妹妹做了充分的准备 妹妹负责练习他们老妈的签名 其他人则搞一些别的伪装 让外人看起来家里一切正常 第二天律师如约来到了杰克家 杰克谎称母亲病重无法下来签字 他只能把合同拿到房间里 虽然杰克没有按照正规程序来走 但他的行贿手段还是起了作用 这个贪财的律师看在钱的份上 草草的办完了手续 甚至于连三妹那蹩脚的仿冒签名 也没有仔细看 顺利过关之后 兄妹四人异常的兴奋 晚上玩起了骰子 可镜子上的白布诡异的掉了下来 打破了这美好的氛围 而天花板里突然爬过的不明生物 把杰克直接吓得晕了过去 原来在阁楼里果然封禁了一个不明生物 而那比一万英镑的不义之财 似乎就是属于那个不明生物 当无良的律师发现 春花正在和杰克谈恋爱后 为了夺回自己的女神 律师告诉了春花一个秘密 原来杰克一家之所以从英国来到美国 就是为了躲避他们的老爸 杰克的老爸是个十恶不赦的 抢劫犯和家暴狂 他不仅虐待自己的老婆闺女 还和同伙翻下了多起杀人抢劫的案件 在最后一次作案时 杰克的老爸终于被警方抓获了 孩子们为了避开这个温神 当庭指证了他们的老爸 杰克的老爸入狱之后 抢劫来的那一万英镑 却被杰克的老妈给撕藏了起来 也就是铁盒子里的那笔不义之财 但令人恐怖的是 杰克的老爸不久之后就越于潜逃了 无良律师在核对签名的时候 发现了核同上的签名是仿冒的 而与此同时 他在新闻上也看到了 关于那一万英镑赃款下落不明的报道 为了入股成为纽约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无良律师来到了杰克家 逼着杰克把那一万英镑交给他 不然他就要揭穿杰克家的秘密 把他们四兄妹给强行拆散 杰克无奈让二弟到阁楼里取回了那个铁盒子 但在返回的途中 二弟被阁楼里的不明生物给偷袭了 到手的钱又丢掉了 兄妹四人孤立无援 只好向虫花求助 把记录着他们家故事的笔记本送给了虫花 转过天 无良律师来到杰克家拿钱 发现了那堵用红砖器的墙 接下来就到了揭秘的时刻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半年前 陌生男人开枪打碎玻璃的那天 这个开枪的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杰克那个越狱潜逃的老爸 这个残暴的男人追到这的目的 并不全是为了钱 他要让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孩子们付出代价 杰克以为他老爸是为了钱而来 但父子俩一见面 杰克的老爸就下了毒手了 爷俩在打斗的过程中 杰克用匕首捅破了他老爸的嗓子眼 但他老爸的生命力极其顽强 最终把杰克推下了悬崖 随后杰克的老爸冲进了三兄妹躲藏的阁楼 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当杰克苏醒过来赶回家 发现自己的弟弟妹妹已经被杀害了 悲痛欲绝的杰克因承受不了这个巨大的刺激 而换上了人格分裂 换句话来说 在这之后的二弟三妹和小四 全都是杰克分裂出来的另外三个人格 他意想着弟弟妹妹仍然活着 为了防止自己的意想被破坏 他撤掉了家里所有的镜子 因为只有镜子能告诉他真相 而他根本不愿意面对残悟的真相 杰克知道自己不是老爸的对手 于是便从外面把阁楼彻底封禁了 他企图用这种办法把老爸饿死在阁楼里 但他老爸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 靠着接雨水和吃小动物坚挺地活了下来 因此当好奇的无良律师砸开红墙进屋之后 当场就被杰克的老爸也干脏了 看完杰克家的故事之后 春花赶到了杰克的家里 在阁楼上看到了二弟三妹和小四的尸体 此时的无良律师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而杰克的老爸也从门后走了出来 眼瞅着春花要遭毒手 杰克端着枪及时出现 一枪把他老爸给毙了 经过系统的治疗 杰克已经有三个月没有犯病了 但医生仍是建议春花最好离杰克远一点 不过春花并没有放弃杰克 这也许就是爱情的力量 春花搬进了杰克家 但他并没有按时给杰克吃药 因为他知道杰克需要他的弟弟妹妹